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原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今天的契纸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介绍 08年第21届中国名人战挑战赛的第四局的一盘棋 挑战赛是由当时的朴文尧武断挑战了名人鼓励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现在局面布局基本上是结束 那么这时候直黑的鼓励 现在是走这个拖 就这个骑行 这个局部来说拖是一个好的手段 比这个点脚要好 这个点脚的话就不是太好 被白旗这样挡住 黑旗活的相对比较委屈 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骑行比较常见 所以我们就是也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有好多爱好者平时有时候对于这个形状 也喜欢用这个点脚 这个虽然是简单 容易记住 但是这个黑旗活的并不大 而白旗外面比较厚 这个断点对白旗没有什么威胁 白旗就是说不用补这个段 这个黑旗是不满意的 所以对于这个旗形 这个来说呢 拖是这个局部比较好的招法 这个形状就是说呢 是这么下出来的啊 这个打入是常见的 那么黑旗为了这个为外事啊 正头也是有的 白旗小肩是形成的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局面以后呢 黑旗这个拖 是局部比较严厉的这个手段 那么拖的时候呢 白旗肯定会搬 然后黑旗虎 白旗势必要打赤 这时候黑旗 当然也可以做节 不过如果要做节的话呢 你需要看一下这个全盘节财的情况啊 如果节财明显有力 当然可以这么做 如果节财不见得有力的话啊 现在黑旗 这个全盘呢 也看不到这个明显好的节财啊 这个唯一看得清的这个冲 但是呢 这个是比较这个损的啊 自己撞气 不好 所以呢 没有节财的话 也不能去强行开节 没有节财其实也没关系啊 这个黑旗呢 接下来可以打 大家可以记住一下 白旗提 黑旗在打赤啊 由于是出席无节 白旗呢 这个也没有节财 这个节不能开 这个节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白旗呢 也呢就是说是张上啊 这个旗 那么黑旗再张出来 形成这样呢 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下法 那么接下来呢 最常见的下法 白旗啊 白旗最常见的下法呢 是挡住啊 白旗就挡住 那么黑旗压住啊 这样呢 可以说是各夺其所啊 结果来说呢 黑旗还是可以满意的啊 因为黑旗 从这个拖出来以后呢 能够厚实的 几乎可以说 把这个两个子呢 给封住 也是 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而白旗呢 在这个脚上的实地呢 非常的这个厚实啊 这个白旗等于取地 黑旗呢取势 这个是双方一个正常的变化 而作为下面两颗子呢 白旗以后还有力啊 这个不能被打拔动过了 力了 以后根据情况呢 还有可能 抛这个黑旗控的手段 这个当然呢 这个需要外面有点子弟配合 因为单纯这样掏呢 有可能被黑旗强杀啊 这个略有这个危险 不过白旗有这个味道啊 有这个味道 这样呢 可以说是双方一个正常的下法 但是在这里呢 这个 朴文尧啊 选择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下法 冲出来 但是冲出来 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啊 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这个一般来说呢 还不是太好啊 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模仿啊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过分的 为什么有点过分呢 因为黑旗接下来可以冲啊 这个冲呢 嗯 就是说呢 引诱呢 白旗来断啊 引诱白旗来断 这个白旗也没有办法啊 也不能再退让了 这个要是被 这个被黑旗再一捕的话 这个被冲穿了 这里还要去打拔 又是很损的这个招法 那么这个白旗呢 肯定是不行 那么白旗也只有去断啊 那么黑旗通过送送给你两个子 再顺势哎 打吃出来 这个白旗作战 其实是非常危险啊 非常危险 不过这个朴红摇杆这么像啊 可能也是对这个局部呢 呃 有一些 研究啊 或者说是觉得这样呢 也能 也能战斗 不然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白旗 稍微勉强 还是呢 有这个 定论的啊 白旗还稍微勉强 所以大家 一般不要去学习 现在白旗啊 不能退 退的话呢 这个被拐死 和当初被压死一个 这个又多吃了一个啊 这个白旗又重了不少 而你这边好像呢 比挡一个呢 要好一点 但其实这里面呢 还有黑旗啊 还有种种的味道 比如说以后 有家 有点 等等的这个 先手啊 白旗呢 并不见得比这个 直接爬回去便宜多少 而这里呢 这个明显就是损失呢 很多了 损失很多了 这个白旗肯定是 不行的啊 不能够满意 所以白旗必须呢 还得贴出来 但是这个还是相对看起来 就明显是有一些这个 勉强啊 有一些这个勉强 那么黑旗再冲 先冲一下啊 这个是行旗的步调啊 单纯的肠呢 这个白旗一张呢 就吃得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宁愿多送一个纸啊 这个也呢 要把这个味道给留下来 黑旗先冲 再顺势呢 贴出来 这个白旗啊 就是说 有点这个 比较累啊 这两块旗 好像都不能死 然后呢 这个 又要守住这边的实地 黑旗 白旗这个下法还是 显得稍微勉强了一些 白旗现在退 那么黑旗就吃 在这里暂时 你走不动的 旗的情况下呢 黑旗干脆先把这边活了 活了以后呢 这个白旗脚上有问题啊 这个不能让黑旗 再虎一个啊 这个虎一个本身是先手 你这个脚上还得去 这么做活 这个活着呢 本身就是说实在是 太苦了啊 这黑旗这个肩 这个肩都是呢 有用的啊 这里随时还可以跳回去 所以白旗 这时候也只有打拔 但是本身这个打拔呢 是这个亏的啊 因为里面虽然好了 但是这个走了以后呢 明显这个外面呢 有损失 有损失 不过呢 白旗现在也只能先把脚上安定的再说 然后再赶快来呢 攻击这个黑旗 对黑旗这个呢 施加压力 黑旗当然要压 那么白旗这时候呢 赶紧立下啊 立下是对这个破坏这个黑旗的这个眼位 破坏黑旗的眼位 黑旗先煎一下 白旗压 黑旗呢 挡住 这个煎一下的意图我们就能看出来啊 如果不煎这个白旗直接粘了 当然你也不能冲这个 冲这个被它拐回去了 所以先煎一下是好手 然后白旗这时候当然不会去吃啊 吃了这个被黑旗压住 白旗就吃得太小了 白旗要压住 那么黑旗再打 这时候就不能粘了 粘就被糊死了 那么白旗呢 这时候退一个 黑旗吃 由于这里还有 这个顶完以后有靠的手段 这个白旗呢 没有办法杀黑旗 那么只能转占其他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白旗降 旗走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整体 由于黑旗这里活了的话 白旗在这边木树几乎非常的少啊 非常的少 那么这时候黑旗其实呢 已经呢 还是形势不错的 这个时候黑旗呢 接下来呢 找出了一个 鼓励啊 走出了一步这个 有点失误的旗啊 这时候其实黑旗呢 从大局来说呢 就应该直接拐一下 这个呢 才是这个大局的这个要点 拐的话呢 白旗啊 如果度过 那么黑旗就厚实的吃掉 底下虽然度过一点木树 但是外面呢 吃了也非常的厚 主要是这边的白旗呢 这个基本上是 没什么木啊 黑旗还吃了白旗两颗子 这样应该是黑旗呢 整体来说是 不错的局面 是不错的局面 如果白旗 这里拐 现在也不行 拐了它这个就直接 就可以断了 直接就可以断了 那么大概只有沾上 沾上的话呢 黑旗就长一个 或者说呢 厚实的 跳一个 也可以啊 这样呢 白旗总之而言呢 只能从一路度过 一路度过的话 由于这边还不够厚实呢 黑旗还可以 考虑从这里的 反扑 反扑 或许长一个也可以啊 这个厚实一点 这样呢 黑旗应该来说 还是能够 保持住这个 局面的主动啊 或者说 也可以说黑旗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就是 但是现在呢 鼓励呢 犯了一个这个错误啊 这个 当白旗加的时候呢 随手呢 这个 立了一下 立了一下 这个看上去啊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 呃 如果 如果你 因为立了以后 对这个 这块旗呢 也有影响 如果你就张呢 我就拐出来 先跟你作战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以后 白旗啊 还有可能被黑旗点了呢 形成打劫杀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部旗呢 并不好啊 并不好 那么白旗在这时候呢 有冷静的好手 退一个 嗯 对 诶 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 左右逢圆的这个 好旗啊 现在这边 我们刚才说了 黑旗有顶的靠 这块旗不用担心 但是这个退呢 以后呢 黑旗这边的手段 没有了 没有 那么呢 嗯 这个地方 地方再被白旗走 黑旗这里呢 就只有呢 嗯 一个眼啊 要死了 而如果你去补这边做活啊 这样是可以做活的 拖 拖了力啊 这个局部就活了 但是呢 这样你虽然把这边活了 但是呢 白旗这边啊 可以 借用黑旗的失误 有了这个纸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夹住 或者再贴一下 更好 再夹住啊 这样黑旗只能回头呢 去吃这个 白旗就把两个纸呢 弃给黑旗啊 完整的这个封住 这个呢 可以说是黑旗是明显不行啊 这个走路半天就这么吃了两个纸 这个外围全被 全被人摆起了 这里的潜力呢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这个肯定呢 是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啊 被白旗 这一退以后啊 左右呢 都 留下了 这个 一些这个 后续手段啊 这个可以说呢 黑旗现在是变得比较困难 变得比较困难 不过呢 鼓励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呢 展现了一个这个顶尖高手的风范啊 就是说呢 同时呢 也展现了这个 他的这个良好的大局观 那就是说 宁愿啊 这个是 十一块旗 也不愿意呢 被白旗呢 把大局呢 所控制住 那么我们看看古力啊 是怎么应对的 白旗退了以后啊 这个黑旗呢 现在 由于白旗有这个手段 黑旗一看干脆不行 不能让白旗走得这么舒服 就宁愿呢 把这块旗给弃掉 也要呢 保持住这个全局的主动性 那么怎么弃呢 先靠 这个是先手 这个白旗 不能被黑旗这么吃了活 靠了断 那么然后白旗走 黑旗打吃 这个是绝对的这个先手 白旗必须呢 提 那么这一串走完以后啊 然后 黑旗干脆呢 就是说呢 不要这一块了 小尖 这个抢战呢 全局的这个要点 抢战全局的要点 那么这块旗 可明显呢 这个是死了啊 白旗 就是 在这一户啊 这个也是杀旗的好手 同时兼顾自己做活啊 也破掉了这个黑旗的眼位 不过呢 黑旗啊 虽然死了这块旗 但第一 抢战了那个小尖以后 这一块啊 大模样 依然是存在啊 存在 有很大的发展 那么有了这个发展啊 就还有希望 同时最关键的是呢 这里经过这一串交换以后 给白旗留下了一个断点啊 有了断点 那么自然就有文章可以做 黑旗当然是 断啊 这样这块旗虽然死了 但是气很长 白旗呢 这个呢 必须是 要 把这一串子 跑出来啊 那么如果跑出来 黑旗在 这个追击的过程中呢 就能呢 获得这个利益 白旗靠 然后呢 这时候 黑旗呢 嗯 包围圈 并不厚实啊 这个 比较松啊 就不能呢 这个太着急 不能硬着来 比如说 哎 我想 一着急跟他对杀 你这样 这样可能是不行 啊 这个白旗出去以后呢 黑旗自身 也是由于这个气景 还有很多的这个毛病 还有很多的毛病呢 这个并没有好的这个 后续手段 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所以这个 现在走这个呢 也是 不是太好 也是不是太好 那么黑旗呢 这个旗啊 搬一个是正确的 还是要先照顾到 这块的这个大控 如果呢 把这块旗大控 完整的这个围起来的话呢 那么呢 就还是 即使这里死了啊 也是值得的 这个黑旗 全算成黑旗控的话呢 这个黑旗还是有这个 有希望的啊 那么白旗退 这时候呢 黑旗依然不能着急啊 像这种贴 都是这个束手啊 这个白旗就顺着出来 这个等于穿了个向眼 你去贴 它跟着出来啊 你这个旗径又不能丢 这个反而呢 有可能是 帮这个 白旗的忙 白旗 那么呢 也不能飞啊 这个地方 如果 飞的话呢 这个看上去是常用手段 但是呢 这个边呢 有这个旗啊 由于上方这个 旗径 还是有毛病啊 这个被一冲的话呢 不好抵挡 已经挡不住 你挡住的话呢 这个上面注意 这块旗的黑旗的气啊 也还是很紧的啊 这个白旗就最简单的打吃了一捕 张这个也行 张这个也行 这样黑旗这边反而呢 会死进去 那么如果退的话呢 如果冲了不敢挡退的话呢 这个旗行显然是松散的啊 这个随时可以 这个白旗呢 跳完以后 就可以冲断 这个地方的毛病呢 依然是 这个存在 所以说 黑旗由于自身比较弱啊 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呢 太着急走 不能走得太着急啊 那么呢 这个旗呢 黑旗啊 这个先冷静的 并一个 这个是说 一个柔软的这个好手啊 把上面的这个毛病呢 先暂时防住啊 这个地方 你毕竟呢 就是说白旗 你让白旗走 它也一手旗 连不回家啊 连不回家 这个呢 这样的话呢 黑旗啊 这个就是说呢 还可以慢慢的啊 等待 好 那么白旗呢 也只有 贴 黑旗虎 白旗呢 再扳 白旗呢 也要尽快逃跑 由于这个里面 白旗不能去收气啊 这个黑旗的气势非常的长 你就算这个 简单的看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里面至少也有 一旗 两旗 三旗 四旗 五旗啊 这个扑一下 六旗 八旗旗 这个也 这个至少也有八旗旗的 这一下子 那么 黑旗 白旗收气 同时还要紧掉自己的公旗 那么 这个外面 这个要尝出八旗以上呢 这个虽然可能也能尝 但是呢 一旦一收气的话 这个木树就是锐减啊 一下子里面就要扫八木旗 这个白旗是不能够考虑的 所以白旗 也要这个 和自己呢 连回家 连回家 那么这时候 黑旗虎 白旗抓住这个时机 啊 也是 冲 这不看上去像送死的旗啊 但是其实呢 也是这个局部的好手啊 这个不已经被夹死了吗 这个往外冲 看上去像送吃 但是当然咱们这些高手 只能走出这样的旗 肯定是有意义的 这个黑旗是不能吃啊 这个不能吃 吃了非常 心情虽然非常愉快 但是这个 被白旗从后面一吃啊 把这两个旗旗经 吃通了的话呢 这个黑旗 在这个外围 就呢 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啊 再也没有 至于这个 不行 黑旗 宁愿走得非常的难看 也要呢 保持啊 对这块白旗的这个利用 这时候当然 嗯 白旗 现在急忙跑出来不行啊 因为这个一吃的话 这个 整块旗就被关进去了 嗯 那么白旗这时候呢 哎 虎一个 再虎 那么不管怎么说啊 这两手旗呢 这个 还是就是说是便宜了 还是还是便宜了 那么对自己跑跑呢 还是有帮助啊 黑旗在这时候一看呢 走得也是非常冷静啊 这个时候就 黑旗把这个漆了以后 并没有 好像气势汹汹的去攻击白旗 然后让白旗啊去收气啊去怎么样 而是呢 这个走得非常冷静 该补的还是要补 它现在也 黑旗冷静的呢 打吃了这个啊 打吃了这个 嗯 嗯 嗯 这时候好像哎 这个 飞过去 好像是 挺 厉害的啊 走这个 然后再怎么走 但是呢 你这个白旗一贴啊 你这样走顺势 反而啊 有可能呢 就是说 把白旗 送到自己的空里面去 你拼命的把它往自己空里赶 虽然它做不出两个眼 但是它回头就算再收气 它在你的空里面绕了一圈 顺手把你的空破了 这样它收气呢 就还是有可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黑旗还不能轻易落后手 因为落后手的话呢 这里还残留一个巨大的一手旗 啊 这个呢 所以白旗 呃 黑旗也不能着急啊 也不能着急 这旗呢 黑旗在冷静的补回 这旗呢 黑旗在冷静的补回 嗯 先吃了啊 先确保这里的安全 这个吃掉两个子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 让白旗哄物 黑旗呢 在轻轻的一飞 把这轻轻的一飞 这个可以说呢 没有什么特别凶悍的 但是呢 也可以说呢 整个呢 完成了啊 可以说是这个气质的作战 似乎所得不多 但是黑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走了几步以后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上方的模样呢 几乎收空 这个空啊 口给收住了 收住 而作为下方来说 以后随时还是有 搬断这个 把白旗啊 分断的手段 还是依然保留着 把白旗这个分断啊 以后有可能让白旗 收气的这个后续手段 这个呢 黑旗 就是呢 已经还是 从啊 一个困难的局面 通过气质呢 扭转的这个局势啊 也能够把这个口一封住啊 那么这样呢 嗯 黑旗呢 这个局面呢 把它完全呢 渡过难关了 这时候白旗也不能再补了啊 如果说补一个安全全全连通了 那么再被黑旗在上面啊 加一刀 边收官边补枪啊 整体的空 都归这个黑旗的话呢 这个白旗是不够的啊 白旗是不够的 所以呢 白旗这时候也只能啊 干脆啊 粘出来 这个事实呢 一搏 要在黑旗空里面啊 这个去大脑天空啊 大脑天空 当然这个以后呢 还有种种这个复杂的变化 由于和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没什么关系 我们呢就 呃 不给大家再多说了 但是总之而言呢 黑旗啊 通过简明的这个气质 掌握住了啊 抓住了这个大局的这个要点 走得呢 不急不躁啊 渡过了这个棋局的难关 将棋局导入了非常这个复杂的局面 呃 以后啊 这个由于 由于有这个虎的借用啊 这个黑旗在这一带 还有可以说呢 有种种的啊 各种各样的先手 各种各样的先手呢 对以后吃白旗这两颗纸呢 也有很大的帮助 或者说对白旗这个 呃 两个纸出动啊 这个也有很大的限制啊 这个应该来说呢 这个局面完全是 黑旗呢 这个不差了啊 虽然死了这一块 但局面呢 完全是 这个黑旗不差 还是 甚至于来说呢 黑旗还是比较主动的啊 可以说呢 这盘旗啊 这个鼓励呢 在困难的时候啊 给我们展现了这个 良好的大局观啊 凝湿 我们经常说凝湿素质啊 不湿大局 是吧 他这个就是说 把丢掉一块旗 但是呢 控制了大局的这个走向啊 让这个棋局呢 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后呢 也因为这个漂亮的这个气质呢 获得了这个本局的胜利啊 下得非常的精彩 那么今天的这个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